来看到相当无良的小偷 民众最近开车经过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国道侧车道191甲县的时候 有路灯不亮的情形 因为经过县府公务处清查后 发现从头城到苏澳 全线22公里 已经有3公里多的缆线遭到窃取 而警方获报后正在全力追查 国道侧车道191甲县南下北上 这一周来零星路段的路灯都不会亮 县府公务处清查发现 全线单向从头城到苏澳22公里的侧车道 是因为电缆线遭窃影响照明 估计就有3公里多 严重影响所有用路人的夜间照明 在道路上安全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拜托所有的用路人 在这段期间修复未完成之前 请小心驾驶 第二我们也希望县政府赶快 央勤厂商让所有的线路能够恢复 尽快让夜间照明 让所有的用路人能够来使用 第三我们要拜托宜蘭县警察局 尽快查出不法制度 警方获报后进行调查 发现歹徒是刻意避开监视器犯案 目前也正在过滤可疑人车 而顾及行车安全公务处正陆续修复中 并将开关处焊死 预计这个月中旬可全部恢复供电 有被破坏的那个部分先行先修复 然后加强的查气巡查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工程面的部分 我们已经在陆续的办理照标作业中 那10月左右就会陆续恢复照明的一个作业 仅仅赶在这个这段期间 空窗期的时候把它整个复原完成 警方也透露 已经锁定可疑嫌犯追查中 另外也会清查嚣张场所 一栏新闻记者黄竹汉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